各位,我們跟進最新的區議會選舉情況 在港島區其中一個重點選區大坑 一共有四名候選人 我們分別跟他們做過訪問 一齊聽聽他們有甚麼說話說 一號候選人沈四凱,二年48歲,聲稱獨立人士 你會覺得英國人選的氣氛是怎樣? 一般,一般 因為這裡的居民一直以來的投票率是不高的 因為選民有接近六千人 但是上一屆投票率,投票人數只有兩千,兩千比較鬆 其實人數不多,這裡投票不是那麼積極 你今天大概派了多少個單位呢? 這個我沒得估計,沒得統計 因為我們有幾個站去派的,我也不確定是這個的 回答不了你,不好意思 但是為什麼看其他對手呢? 是不是幾個動勢呢? 我想對手最強的就是當區議員王曹峰是比較強一點的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就是地利,所謂的地利 第二個政治明星,善重佳當然是強 那麼大那個排頭 劉家鴻女子本身是人民力量女子 在網上最大黨,也有本身的實力 那麼我們這些不從屬任何政黨的人 獨立人士是比較上是貴的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的 那會做些什麼令金明自己的成選分呢? 其實之前一直在電視節目的辯論裏面 我都盡量表現自己 將我們青色的立場出來 還有在寄入屋那張團單裏面 就清楚向選民解釋 他們要注意些什麼 還有我為什麼出來選 我解釋得很清楚 我很希望每一個大肯居選民 進去投票站之前 進去吸引 他一定要肯定知道 他為什麼吸引 而不是姨媽姑爹 那些朋友 親戚朋友 告訴他 你投誰,不是 然後清楚知道 自己為什麼要投這張票 是要找一個真的為他們服務的人 而不是為一個明星 而那個明星 分分鐘明年是怕屁股走的 不理會他們 但是如果是你成功當選的話 譬如曾經江湖 那些都是全香港的問題 那你怎麼會 這個好像是一個全香港的問題 但是你必須在每一個區的層面 都給壓力政府 如果你說我們這個區 故意不出聲 要是你不填下去 那不可以的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全港政策 我們區內政策 其實我很強調 搞一些寵物的休息措施 還有一個扶手電梯 還有限制那些重型車輛使用大坑道 希望他做到一件事 就是減低空氣污染 環境衛生 那一件事 希望他做到這件事 謝謝你 2號候選人黃楚風 是現任區議員 隸屬新聞黨 今年31上 我想今天選舉分都很熱烈 亦都有這麼多位候選人 選情都很激烈 我自己就盡全力 拉上每張的票 相信要逐步逐步爭取 其他候選人都覺得 你在這區也有經驗 那你覺得自己今天的勝出 我想希望選民會考慮我長期服務 以及我地區的成績 會選擇一個專注為大坑服務的區議員 那你怎樣看其他對手今天的能力 我想他們人都非常多 亦都很旗海飄揚 對手是非常強的 又有知名度 人又多 所以是一場硬仗 我會努力應付 有對手在政綱 或者說 見你好像四年來 有些政法都還未實現 嗯 那如果 你接下來 我想我的成績 選民其實最清楚 很多住得最久的街坊 那些其實都知道 所以這些由選民去決定 但是 譬如 其實其他政綱和你那個都差不多 你覺得自己的優勢在哪裏 我想我的最大優勢就是 我長期服務 會有經驗 還有我在區裏面 真的很了解區的情況 亦都做了些事情出來的 希望選民會考慮這幾點 那對於業太來支持你 那我多謝他 業太都說不到話 已經失了聲了 他依然來支持 那我願意多謝他 OK 謝謝 3號候選人頭嘉雄 二年35歲 是人民力量的成員 你怎樣看今天的選舉氣氛 今天的選舉氣氛 在大坑區 一向來都比較平靜 譬如我做了這麼久的選舉工程 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平靜 安長一點的選舉氣氛 可能和本區選民喜歡的氣氛 有些關係 所以這裏沒有所謂有些兩陣護馬 或者特別一個追擊的行動 我們都是派單張 希望選民支持 那怎樣看今天自己的成長 我覺得勝算不錯 因為譬如我一直在這裡做選舉活動 一直跟我打招呼 甚至說支持我的選民 和其他另外兩位主要候選人 包括現任區議員王左鋒 和民主黨的善重街 我覺得都是不相伯仲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這樣作為一個指標 去預算自己的選情 所以不錯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通常一般來說 現任區議員的確是有點優勢 這個我也承認 希望我繼續做選 拉票工作可以有些幫助 你怎樣看其他的對手 他們今天的拉票 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剛才說過 大肯區特別的地方 不同其他屋邨的選區 大家比較平靜 都是派單張 我們一直以來 譬如在做拉票工作 都跟其他候選人經常見面 都很和平 唯一是今天 今天早上我覺得 就是善重街街國 一個比較資深的議員 他就長期站在票站門口 一開始就居然握手 和選民 票站門口 那裡是禁止拉票區 最恐怖有投訴 選舉主任都出來說 善先生握手 都是拉票的活動之一 所以後來他又有微笑 點頭揮手 最後呢 最終都被選舉主任 再投訴 其實這些都是拉票的行為 善重街是資深的議員 這些他應該知道 我覺得就不是太君子 但是最終 經過幾次的討論之後 他現在都走出來 做回普通的拉票工作 但怎樣去追擊 其實怎樣去追擊 追擊 其實我的參選 本身就是一個追擊 再加上我被居民的單張 我的論述 都已經把這個追擊 就已經放進去 那你說不同 其他區分 甚至會有喊口號 對罵 那不同區分 有不同的考慮 因為我都說過 大安區的選民 喜歡一個比較安長的選舉氣氛 那這個亦都會是 我希望用道理 用論述 可以 所謂追擊 甚至擊敗到 善龍街 及王初鋒可以當選 但是為什麼這些區 這麼平靜 你要參選這些區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住在灣仔區 我對於大坑的重建 其實都很有感情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服務這個區 第二 當然也是因為 我們看到民主黨 出賣了盟友 出賣了選民 出賣了競選城 去支持政改方案 而善重家這麼重量級的議員 突然間空閣下來大坑 很明顯就是其實想透過這個區議會 去晉身超級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 我們認為他們已經投了共 已經出賣了選民 更加不可以讓他們得逞 那我就更加要下來跟他們競選 謝謝 四號候選人 善重家二年 五十一歲 隸屬民主黨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今天的選舉氣氛是怎樣 今天呢 投票率比上一屆是高的 我相信選民是今次對去年的政改 或者地區的工作 還有今次是 區議會這個 我這個選區裏面 都是參與的候選人員比較多 四個 是 所以幾個拉動因素之下 就推租投票率 你見到 無論是助選人員 或者是這個候選人 都很職 那你覺得今天自己的勝選 我想太早說了 現在 現在就是 全力以赴 我和我們的助選團隊 就是全力拉票 希望能夠 爭取到 超過二千五百人投票 超過四千 超過四成的投票率 那這個我相信對 那個勝算是有幫助 那對於人民力量的吹擊 你有沒有對你有什麼 當然我會痛心 因為其實 我們這次也是我一個 最艱難的一次選舉 可以這麼說是 複倍受敵 那面對 因為我要挑戰現任 又要是 受到人民的追擊 那所以對我們的選情來說 是相當困難 那但是這個 追擊是給我一個刺激的作用 令到我加倍 努力 那希望這次能夠 繼續能夠 雖然有追擊的情況之下 仍然能夠勝出 有沒有說 如果真的當選了 哪一樣是一定會實行 或者是重點要實行 我想我 我的選舉單章裡面 提到的問題 其實很多都是地區 即是多年即落去的問題 是要很認真地去處理 那我和我的辦事處 還有我第一件事 我一定要在這個大坑裡面 設立辦事處 繼續收集居民的意見 做一個經常被選民看到的區域 裡面提到的九公園 或者是這些巴士路線 或者是這個規劃的問題 都是一系列要做的 還有因為區域的小型工程撥款 是可以很多地方 可以用來改善 是用作在這個地區的改善上面 那在這一方面希望 即是 因為 即是怎樣 一年之計在於春 四年呢 就可能頭過一年 就是有什麼小型工程計劃要做的呢 就是 第一件事先做好了 即是落實了這些 那 因為工程你要完成 到三年四年後之後 再選的時候 如果再選的時候 就要給公職人看 所以這一方面 是一定要行善的 有了 超過